昨天黃副市長的臉書PO文難得說了重話 強調任何人有私心或私慾 讓人民活在恐懼與混亂之中必遭天譴 值得是陳部長嗎 是不是認為陳部長有私心 後來雙方是否還有通話 通話的內容是什麼 我想我從這一個月來 其實我跟陳部長一直都是電話溝通的非常順暢 那主要是在於說 這一次我想台北的疫情 其實都是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才會有今天這樣的成果 那我也相信部長他在扛著全國防疫的責任 他也一定不會區分所謂的彼此 但是相關的疫苗政策是在我們這幾天碰到很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很辛苦 大家都想把事情做好 那我認為說數量決定開放的對象 可是我們中央的目前的政策是 先決定開放的對象 然後再決定數量 讓地方政府必須要面對民眾的質疑 那就算我在想說這樣跟部長溝通 我們也都提過 但是好像目前為止 還是會碰到這個問題 所以在台北市也只能打85歲以上的民眾 那我們到現在為止 其實還有下一批60幾萬 也會再發下來 我們也希望能夠早一點 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下一波 我們怎麼樣跟84歲以下的長輩 可以趕快說明他們什麼時候可以打到 那台灣是同島一命 我們不希望分彼此 我相信部長也是一樣 延續提問 黃副市長在臉書上還有提到 看到陳時中部長的未接來電 說接了有用嗎 但綠營高層批評 你不接也不回電還說風涼話 這是應該有的態度嗎 我想昨天因為部長打給我的時候 應該是很晚了 我已經睡著了 那我早上回電的 今天回電的時候部長沒有辦法接 那後來他在2點鐘的時候 他也有回電 那我跟他報告說 我們碰到的問題 那也希望說部長在這一次的疫苗政策 也謝謝他們多給了我們7000劑 我們接下來也會盡快把它施打完 所以電話上面 我們都是互相有聯絡